HEE cuisine 大家好,我是姊姨,唐大輝 我是一位物理治療師 今次會講到背骨神經痛的治療方法 主要分為二大類 非手術及手術的方式 一般來說都是由非手術開始 問題如果太嚴重 才會用手術的方式處理 最重要的一個部份其實是有關一個教育 在我們做了這麼多檢查之後 我們要很清晰地告訴病人 究竟病因是什麼 治療的方式有什麼 他預計大約是多久會好 或者如果他真的保守治療 即是非手術的方式做不到的話 有什麼手術的方式去幫助他 幫助病人去理解到問題的成因 和他的康復的過程 從而我們去做一個比較詳細的治療方案 其實可以幫助病人去更加容易去 跟從我們的治療方式 而隻醫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主要用一個手力 輔助一些其他的儀器 去幫助我們處理脹股神經痛的 最主要的手力治療 其實都是我們透過剛才說的一些檢查 去找到一個錯位的關節 然後用一個比較輕巧 但是比較快速的一個手法 我們叫做HVLA 一個快速而低幅度的一個手力矯正 去將錯位的關節 矯正從而去減少周邊的地方的痛 減少肌肉的一些張力 以及幫助關節和椎間盤的一些循環 另外我們會用一些輔助的治療 包括一些運動 我們會教病人去做一些簡單的 脊骨的活動 肌肉的伸展 或者是一些神經的活動方式 去從而令到一些活動 幅度增加肌肉的緊張減少 以及神經的活動增加的一些方法 另外有些時候 我們都會使用一些輔助儀器 包括一個針刺的刺激 或者是一些電刺激 或者是一些超聲波、激光 或者是一些牽引或者叫減壓的一些治療 除此之外 我們亦都有藥物的治療 當然是屬於西醫的範疇 而我們亦都會是 我們會開一些營養的補充劑 例如是一些維他命B的complex 去幫一個神經的修復 或者是開一些減輕發炎症狀的一些 營養補充劑去減少一些發炎的症狀 如果我們用這幾樣東西都幫不到的話 可能就需要去轉介病人去看西醫 或者是骨科醫生 通常是甚麼情況會需要去找他們幫忙 例如是他下肢的肌力是不斷減弱 就算是在治療中 肌肉都越來越弱 或者是再嚴重一些 他的大小二變是有控制困難 簡單來說是失禁的話 那些就是一些比較緊急的情況 可能就要立即去找骨科醫生 甚至是立刻要去急症室去處理 除此之外 亦都有一些注射治療 通常都是由西醫去 或者是骨科醫生去處理 幫助病人去減輕症狀 所以如果可以理解到問題的病因 跟一個合適的治療方案去處理 其實絕大部份的做骨神經痛 都可以在一個治療之下去改善 所以不要拖延的問題 及早去檢查及處理 有些疾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